你知道要冷水还是热水下锅?煮错了可能会降低鸡蛋的营养价值,还有可能会带有病菌。 你可能不会烧太复杂的菜肴,但煮鸡蛋人人都会。 可是,简单的煮鸡蛋也有大学问,不要认为放到水里煮煮就OK了。 不讲究方法可能会降低鸡蛋的营养价值,还有可能会带有病菌。 鸡蛋壳上容易沾有鸡粉,最容易携带沙门弑菌。 沙门弑菌很容易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,这一中毒案例很常见。 如果煮鸡蛋的方法不正确,沙门弑菌就有可能被吃进肚子中。 沙门弑菌是一种人触控患病,肉类和禽淡是导致人类感染这种病菌的主要源头。 一旦感染了沙门弑菌,正常的成年人大多会出现。 腹泻症状。 而体质相对较弱的儿童,体弱妇女或老人情况会相对严重。 往往会出现发烧和腹泻并发的情况,甚至有致命的威胁。 但是大家不必太过恐慌,鸡蛋虽然有可能会携带沙门弑菌。 蛋消灭沙门弑菌也很简单,煮鸡蛋的时候注意以下这几点即可。 1. 煮鸡蛋前用清水充分冲洗外壳。 鸡蛋外壳可能会沾沙门弑菌,被沙门弑菌污染。 所以,煮之前最好用清水充分冲洗外壳。 2. 煮鸡蛋前用清水充分冲洗外壳。 3. 煮鸡蛋前用清水充分冲洗外壳。 3. 煮鸡蛋液水下锅,蛋壳容易破,细菌有可能会趁虚而入,污染鸡蛋,成为传播沙门弑菌病的祸首。 所以,最好还是冷水下锅煮鸡蛋。 3. 鸡蛋一定要煮熟透。 生活中,很多人都喜欢吃糖心蛋,也就是喂熟透的鸡蛋。 3. 蛋喂熟透的糖心蛋有被鸡粪中的沙门弑菌污染的风险,一旦蛋黄没有熟透,这种病菌就会直接转移到人的身上。 所以,鸡蛋一定要煮熟透在吃。 那么,如何才能煮出营养又健康的鸡蛋呢? 首先将鸡蛋洗净,放在盛水的锅内浸泡一分钟,然后用小火烧开。 水开后改用纹火煮8分钟即可。 煮熟蛋时间过长和过短都不好,时间过长,蛋黄中的亚铁离子会与硫磷子产生化学反应。 3. 形成硫化压铁的褐色沉淀,妨碍人体对铁的吸收。 时间过短,蛋黄和蛋清有可能没有完全凝固,所以,8分钟刚刚好。 另外,煮鸡蛋时,可以在水里加少量食盐,能起到杀菌的作用,而且这样煮出的鸡蛋更容易剥皮。 了解了以上这些,才能煮出营养健康的美味鸡蛋,你学会了吗?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你可能不会烧太复杂的菜肴,但煮鸡蛋人人都会。 可是,简单的煮鸡蛋也有大学问,不要认为放到水里煮煮就OK了。 不讲究方法可能会降低鸡蛋的营养价值,还有可能会带有病菌。 鸡蛋壳上容易沾有七分,最容易携带沙门弑菌。 沙门弑菌很容易引起细菌性食物中毒,这一中毒案例很常见。 如果煮鸡蛋的方法不正确,沙门弑菌就有可能被吃进肚子中。 沙门弑菌是一种人触控患病,肉类和禽蛋是导致人类感染这种病菌的主要源头。 一旦感染了沙门弑菌,正常的成年人大多会出现。 腹泻症状。 腹泻症状。 。 而体质相对较弱的儿童,体弱妇女或老人情况会相对严重。 往往会出现发烧和腹泻并发的情况,甚至有致命的威胁。 。 但是大家不必太过恐慌,鸡蛋虽然有可能会携带沙门弑菌。 。 但消灭沙门弑菌也很简单,煮鸡蛋的时候注意以下这几点即可。 。 1. 所以,煮之前最好用清水充分冲洗外壳。 。 2. 最好冷水下锅煮。 。 。 2.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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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4.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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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3. 鸡蛋一定要煮熟透 生活中,很多人都喜欢吃糖心蛋,也就是喂熟透的鸡蛋。 蛋喂熟透的糖心蛋有被鸡粪中的沙门氏菌污染的风险,一旦蛋黄没有熟透,这种病菌就会直接转移到人的身上。 所以,鸡蛋一定要煮熟透再吃。 那么,如何才能煮出营养又健康的鸡蛋呢? 首先将鸡蛋洗净,放在盛水的锅内浸泡一分钟,然后用小火烧开。 水开后改用纹火煮8分钟即可。 主鸡蛋时间过长和过短都不好,时间过长,蛋黄中的亚铁离子会与硫黎子产生化学反应。 形成油化压铁的褐色沉淀,妨碍人体对铁的吸收。 时间过短,蛋黄和蛋清油可能没有完全凝固,所以,8分钟刚刚好。 另外,煮鸡蛋时,可以在水里加少量食盐,能起到杀菌的作用,而且这样煮出的鸡蛋更容易剥皮。 了解了以上这些,才能煮出营养健康的美味鸡蛋,你学会了吗? 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